说到面露苦相啊 不得不提国民女神高圆圆 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 到《天下第一》里的飘絮 再到《宝贝计划》里的书分 她饰演的角色呢 无论主配角都让人一眼难忘记深刻 早期的高圆圆呢 其实就是典型的苦相美女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苦相的面部特点到底有哪些 同为苦相啊 其实也分为不同的风格 有的苦呢是楚楚可怜的 是一种柔弱却克制的忧怨感 比如说周芷若时期的高圆圆 《楚桥传》里的李庆啊 这种苦是惹人怜的 是轻苦 那么有的苦呢则是宝尽风霜 是一种疲于奔命的沧桑感 透过皮囊呢便能看出生活 一地鸡毛和琐碎徒劳 比如安家中的演员胡可 五官轮廓和面部的软组织分布 及走向决定了这两种苦相 是截然不同的 简单来说啊就是 前者是薄且平 而后者呢则是干却扁 我们先来说说轻苦这种类型 轻苦是平和薄的概念 具体来说呢 一个对应的是骨骼 一个对应的呢则是软组织 先从骨骼分析啊 轻苦相比较普遍的骨相特征是 全骨宽却不凸 中面部呢较平 下颗往往偏宽 并搭配以精致五官 比如说高圆圆 它的中面部短宽且平 下颗略方 面部的骨骼感虽强 但是几乎都是平面化的 面部立体度低 但是一双大且圆的眼睛 和高挺的鼻子 为它的整体颜值大大添色增彩 很适合楚楚可怜的青春路线 平而阔的面部结构 另一个特点是鼻子立体度弱 宽却不凸的颧骨 奠定了中面部平的基础 但要平保持统一 还有一个重点的部位 就是鼻肌底 我们看到很多女演员 鼻子虽然精致高挺 但却搭在并不高的肌底上 这样的面容呢 也容易带来苦的感觉 再看看陈红啊 虽然也是这种 短宽且平的中面部 但它反而相当的贵气 与苦相丝毫沾不上边 这关键啊 就在于它的鼻肌底 是高耸饱满的 虽然啊 鼻翼两侧平 但鼻肌底一下 就拉高了中面部的饱满度 便与苦相脱了勾 也更容易显出贵气 对比李庆和陈红啊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二人不同的面部风格 前者呢 是楚楚可怜 后者则是贵气逼人 评说完了 我们再来说说薄 薄指的是软组织的轻薄 但轻苦美人的薄 是一种均匀的薄 不存在一处凹陷 一处堆积的问题 面部组织是平整且流畅的 比如李庆就是典型的 软组织轻薄 但它的肋沟 全甲曲 面甲两侧均没有凹陷 面部线条呢 看起来是非常流畅的 李庆和孙怡啊 一直被说像 但两个人的整体 软组织薄厚的不同 决定了他们有着 截然不同的风格 前者轻苦 而后者呢 则甜美 总的来说啊 骨骼的瓶和软组织的薄 构成了轻苦感的基础 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讲讲色苦感 这种苦色感 往往是来自于 年纪变大 带来的面部软组织不流畅 是憋所带来的 首先呢 薄和憋是两个概念 我们刚刚讲过啊 瓶是一种均匀整体的状态 线条是流畅的 而憋呢 是由凹陷和凸起组合而成的 对比一下 下面这两张图就看得出来啊 同利啊 现在的状态呢 叫薄 以前的状态呢 和同利啊 有几分相向的董璇 有一张以前的合照 乍一看两个人 苹果肌都很饱满的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鼻翼两侧区域 苹果肌突出的位置 都是有细节差异的 前者饱满 后者干笔 就容易产生苦相 再来看看后来董璇的状态啊 看起来整体上有种 蔫蔫的感觉 软组织啊 一处稀薄 一处堆积 肋勾苹果肌 三角区域的凹陷 以及法令纹区域的堆积 软组织是不平整的 带着一种萎缩感 换句话说呢 鳖是一种凹陷加下垂的状态 就像本来吹饱气的气球 有点蔫了 这种随着年龄增长 产生的色苦感 主要是因为松垮 这种色苦呢 是软组织的线条流畅感 和皮肤的紧致度 都有所下降所导致的 甜美风格当道的今天啊 人人都要当甜美 而苦相要不要去改善 以及怎么改善 就成了困扰很多嫌女的问题 上视频呢 我们分析完了 轻苦和色苦 是两种苦相的不同 通俗的讲 轻苦是一种风格 而色苦是一种老态 那么苦相虽然也有个苦字 但这种面部结构 并不是不美的 如果五官配合的好 也是可以既有特色 而产生个人独特的美感的 骨骼与软组织的搭配 会带来苦相 五官细节呢 也会增加苦感 也就是表现为细节角度的向下 比如说眼角唇角的下收 会带来这种苦感 先来说说眼角啊 天然的眼角向下 其实还好 可以形成个人的特色 很多可爱啊 无辜的狗狗眼都是如此 比如说周冬雨 隐恩惠 但是后天形成的眼角向下的形态呢 在于眼皮和外眼角之间的折叠 无论是其他条件 都会带来苦涩感 另一处呢 就是唇角向下 单纯的嘴角向下呢 会加重苦感 但是上唇的形态 会区分是轻苦还是色苦 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唇角向下 上唇是饱满的 这种苦会带着一种 娇憨气或者倔强感 比如说高远燕周海妹 但如果唇角向下的同时 上唇还是薄憋的 就会产生操劳的欺苦感 比如说蓝莹莹 它的薄且向下的嘴唇 让它的苦感走向 比较极端的状态 而它的苦中没有傲气凛然 反而出现了一种 小家子气的逼泽感 同样 中面部还算饱满的董结 也是因为嘴巴而带来了苦相 而上唇薄憋是一种衰老表现 虎可言腻的苦相 有一部分也来源于此 总结来说 五官细节的向下 是苦的基础底色 但在这底色上 是发挥出冷清傲的美感 还是凄惨寡的色感 还是要结合五官的具体形态来看 了解了苦相的特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清苦是一种风格 可以楚楚动人气质出众 清苦相的变美方向 是需要维持皮肉紧致 和线条流畅的状态 通过五官精进 把苦感气质化 改善时呢 可以把重点放在眼睛上 俗话说 明眸善赖 一双灵动的眼睛 会给颜值大量的加分 如若完全不想要这种苦感呢 则可以在轮廓上入手 有鼻脊的凹陷的问题 可以通过鼻脊底填充 来抬高面中部 还有就是对于下颌的改变 如果下颌收敛的充分 这份苦呢 往往就会转化成一份 精致轻盈 看起来充满灵气 比如说礼遇周迅 而色苦呢 则是一种衰老的感觉 这就需要针对软组织皮肤 五官形态来具体改善 色苦感呢 主要来自于面部衰老 带来的软组织松垂 面部组织或堆积下垂 或凹陷不平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 五官上的改变 改善重点呢 应该放在软组织提拉 皮肤紧致 以及一些凹陷不纬的填充上 所以呢 不要盲目的去改善苦相 苦相也可以打造出美感 形成独特的风格 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美的不可放物 感谢观看